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妹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大同區的皇家米檯木 這是這一攤正面的樣子 就在這個九泉街的交叉口 我都找得到的話,相信各位也找得到了 從這個木側上來看的話,感覺好像花枝蠻新鮮的 老闆娘,先直接用點了嗎? 對 請問花枝一份多少? 70塊 好,那我要一份花枝,然後米苔木 米苔木要中的還是小的? 中的好了 然後還要滷肉飯 好,一個小禮 要做裡面喔 欸 要等一下 好 看你 因為做量的地方,照得比較清楚 好 來,下落,等下回去給他喔 你們那個米粉湯是細的喔 對 好 那大廠一份是多少 五大小份 有五十跟六十 小份好了 現在應該就差不多了 本人的經費就差不多是這樣 那外面這邊有這個辣椒醬可以加 還有這個肥子子的辣椒 這個肥子可以吃這個辣椒 既然有這個辣椒醬就要加加看 然後 70塊這樣的話 稍微小虧一點點 但是要看新不新鮮 感覺上是滿新鮮的 招牌高麗菜 招牌嗎? 好,那就暢銷 好 噢!點下去! 擠開下去 就吃吃看這個花枝 花枝很新鮮耶 不知道各位朋友看不看得出來 那花枝很Q彈 不好意思我剛小姐手經過這邊 所以我剛沒有先動鏡頭的焦點 稍微有糊一下 因為它是白色的不好對焦 那它真的很新鮮喔 這樣70塊我覺得很可以 新鮮Q彈 有很多人在跟你按正的嗎 花枝正很好吃喔 老闆娘蠻客氣的 好那 老闆娘太好奇了 好好奇啦 OK 這給滿分喔 好吃 它裡面還有芥末沒有沾到 好 總之這花枝小小份的 但是很新鮮啊 辣的過癮啊 讚 好辣 好辣 好爽 又辣又爽 我說芥末啊 老闆娘請問這邊已經開多久了 五十幾年了 才十幾年而已嗎 五十幾年 五十幾年 從我公公的手上 是喔 讚 是個老店 好 好吃美味 這個最重要 古早味啊 為什麼這感覺好像有想像配阿達拉的感覺 以前是有配阿達拉 阿達拉 好那花枝已經滿分了 再來吃吃看這個肥 隻隻的大腸 看起來是 中間有油脂的那種 我喜歡的那種 為什麼好像對焦不太有對焦的感覺 大概是因為白色 噢 我喜歡的那種 很有風味 然後這個 新鮮的大腸 它有一個鮮甜味 噢 讚讚讚喔 然後醬油膏跟這個辣椒味道 我都還蠻喜歡 好吃 白佐的 好很棒啊 very very good 噢 剛剛我那個腦海裡就浮現了這個花枝的世界 在現在是 滿腦子都浮現了這個大腸的世界阿 到到到到非常到 死到尿到哈 引到養到黑 我只求我到 我 只求 我到 好 好事 從拍吃的影片到現在 2013年到現在也 將近十年 但是其實我第一次拍影片是2011年 那個時候是拍這個小孩的家庭生活 沒有女兒演將比賽得冠軍 2011年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一開始我的影片就是圍繞著家人 圍繞著家庭 然後吃飯 我就不懂了 為什麼有人會看影片看到覺得我是 呃 好不講 反正講也沒有用 反正懂我的人就懂我啦 不懂我的人 就會覺得我是十二不赦的人 我也不懂啦 應該比十大通緝犯還要壞了 好那昨天的事情我順便講就是 以後結帳的畫面 我就不拍了 有時候我會被店家多算錢 也有發生過 我也有店家少算錢 那為了要專心結帳 我就以後結帳鏡頭我就都不拍了 這樣 比較不會有爭議啦 我也比較能夠專心的付錢 那就謝謝各位的關心 謝謝各位的提示啊 好大腸真的很美味 這樣這個沾醬很棒 再來是滷肉飯 就相信各位這個 是喜好美食 我下次也許會去吃吃看 感覺不錯 就希望各位朋友能夠從生活中 盡量發現到一些美好的事物喔 再來這個是瘦的滷肉飯 唉唷 這家店整體的水平都很不錯 滷肉飯也好吃喔 它有微微的五香粉的味道 還有油鬆酥 然後它的肉是偏瘦的 瘦中帶肥 滷肉飯很好吃耶 有點像那種三元號的感覺 飯稍微黏一點 但飯是比較燙的 好那飯的話就看個人喜好 那它的是微微的甜 然後 微微的肥 那分數我覺得是90分 不錯啦喔 這家店這個水平都蠻讚的 飯稍微黏一點而已 好吃 好再來是這個老闆娘 超級推薦的招牌高麗菜 對吧 熱銷第一名 NO.1 我知道原因了 應該是高山的 對吧 高山的高麗菜 比較甜 你看看 好總之這個品質比較好啦 然後吃起來蠻鮮甜的 不錯 好 老闆娘講我有說對 好 對 那就吃個滷肉飯配個高麗菜這樣不錯 好不錯 好不錯 這樣的感覺很美很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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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進入到這個重點中的重點 米苔木 其實這個重點就是如果他當天現做這個就會QQQ 好現在吃吃看 喔也算Q彈的喔 好 然後湯頭也算鮮甜 但是沒有我上次的那個 沒有我上次吃的那個 院里米苔木來的好吃 很吵捏 好就是古早味的喔 好不錯 很好吃 在這一袋也算是蠻美味的 好那個米苔木的分數我覺得是90分 好 滷肉飯也是90分 然後另外那兩個就 就100分 高麗菜也100 好了 好那 我不知道多少錢啊 除了花枝一開始就知道是70塊以外 好 OK 蠻好吃的 好吃啦 好吃就 就就就不錯了 稍微 如果跟院里米苔木比的話 稍微沒有那麼Q彈啊 沒有那麼彈牙啊 好那這樣各位朋友就知道了 給大家 小一個等級啦 彈牙的感覺 但是口味也不錯 好 不錯喔 好那老闆娘很熱情喔 值得推薦 好那 那冬季好吃美味 就是這個 勞工朋友的 烤店家 那個拼音美味 小賽再看一遍 尤其是這個花枝啊 花枝超好吃 超好吃 超好吃 好 那就謝謝老闆娘 這個好吃美味 謝謝你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上一罐 老闆娘掰掰 好那再來是 永樂雞捲大王 他已經換了新的店面 終於可以再度吃到 好感動喔 就在這個龍樂堂高餅鋪的對面 好那菜單看一下 好一樣這邊最好吃的就是雞捲啦 個人很想要很久沒吃到雞捲就點兩份啦 但是這樣可能畫面會太單調 所以就 好不管還是雞捲 好那這個就是雞捲大王重新開張 雞捲兩份謝謝 好現在就好了 好久沒吃到了 好感動喔 目前個人大同區吃到最好吃的雞捲啊 還有的我吃不到了 夜家 好那這個就是我懷念的雞捲啊 恩 因為他就是現做的所以很好吃 可以看到這個是整條的豬肉 還有洋蔥這些 調味料 恩 好吃 好吃 真的讚啊 好久沒有吃到超感動耶 恩恩恩恩恩 好超過癮啊 看看這個斷面秀 多麼的美啊 多麼的美啊 看看這個斷面秀 多麼的美啊 我怎麼一找就這麼激動啊 哈哈 啊 好超級好吃喔 我覺得是滿分 料好實在 小黃瓜也很好吃 好現在就比較聽不到他那個油炸雞捲的聲音 還好之前我有錄到過 現在油鍋收到裡面去 好真的很好吃 恩恩恩 吃的爽爽爽爽 所有的不愉快都給他旺光光 哈哈 恩恩恩 好吃 朋友啊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這個 吃到好吃的東西就覺得莫名的開心啊 嗯 剛剛吃的太大口一點了 好吃美味啊 真的很讚 這就是永樂雞捲大王 好吃 哇他豬肉條跟那個調味料就是剛剛好 不會很 哪個味道很重 這樣攪和起來很柔和 恩很棒 然後小黃瓜就 酸酸脆脆微微的甜 讚 好那最後最後就是這個店家最新的地址跟營業時間 永樂雞捲大王 營業時間是早上七點半到下午一點 每個禮拜一公休 然後地址在台北市 延平南路二段一七八號 外面不好停車要注意喔 那很有可能被開把單 要小心啊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 希望你們看到我都是個美好的那一面 不是這個影片你哪裡找找看 哪裡好哪裡不好 我這個真的是點點點點點 你痛苦我也痛苦 好拜拜 咱們下部影片見